接着呢我们来在前端去做我们的分页 前端怎么去做呢 而且我们包括我们的这个排序 那我们先做一下排序吧 排序稍微可能会简单一些 同时呢左边这些定义呢 我们也把它给它抽出来 我们给大家抽出来看一下 这块都是怎么去做的 好首先呢 我们在这个里面我们再定一个排序 比如说定一个sort sort flag吧 比如说默认是tru吧 或者说默认是1 1代表的是声序 那我们在这个里面 我们需要定义一下messor的 比如说我们定义一个get固执list 这么一个方法 我们使用as6的这种间框号的方式 那我们这个axl1的这个接口请求呢 我们需要把它放到这个里面去 好那monte的里面呢 是它的生命周期里面的速度化 我们直接去调一下get固执list 这样的话我们速度化呢 就会加点这个商品列表 好紧接着呢我们再定一个方法 去点击 因为它有个sort up排序 所以说呢我们需要定一个sort up的功能 比如说叫sort 复制 排序 排序呢 它点击之后呢 我们需要给这个排序复制 比如说我们给这个sort flag 这个monte1呢 是生许 剪辑完了之后呢 我们比如说给它取法 我这个编辑器好像又出问题了 这个碳号呢不显示 这样呢我把这个编辑器的主题稍微设置一下 这个碳号呢目前它不显示的可能出问题了 编辑器websdome呢还是稍微有一点问题 那么我们换一下主题吧 这个耽误大家一点时间 pns呢我们把这个主题呢给它换成这个主题 换了之后呢稍微有点小 我们把自己调大一点 这个editor里面呢有一个general 应该是color font吧 这个里边的话应该是有一个 我们看一下font 放他里面有 save add op2吧 我们把这个字体呢改到18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碳号是不是就出来了 刚刚在白的时候呢 它碳号不显示 所以说有点问题 你再给它调一下 save flag save flag 我们直接取返 我们点击之后呢我们直接取返 好这个取返实际上不行 我们应该是还是给它付出个处吧 分force的话我们就可以取返 取返是不是就很方便了 我们给它加到一起 那么取返了以后呢 我们把这个事件呢给它绑定到上边 我们找到我们的金额点击 这儿呢是我们的price点击 我们给它加一个add click click click之后呢 这里面应该有个HIF 我们给它先附一个默认的属性 加script 好 点击之后呢 当你点一次排序呢 我们需要分页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重新开始 从第一页开始加 我们不能说 比如说当年是第三页 我们点一下升序降序呢 我们就从第三页开始 这个地方报错了 sort goods 这有什么错呢 这有什么错呢 我们先加一个page 加完吧 比如说当年是第一页 比如说我们的page size 是8 好 应该没有问题 比如说我们当年是第三页 我们不可能说点完排序之后呢 从开始继续从第三页做一个升序 这样不合理 我们点完之后 需要从第一页开始计算 this page 等于1 等于1 等于1之后呢 我们需要调我们该的固执 list 重新去加载 重新去加载呢 我们要去重新加载一次 加载之后呢 我们这边呢 需要获取我们的参数 这个参数呢 怎么去定义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通过定一个param param里面呢 有一个page 当前第几页 z的page page size呢 排序呢 比如说sort 那我们后端定义的参数呢 他取的也是sort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呢 要定义sort 这个字体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 要不然我再放大一点 我把这个字体呢 改到二式吧 稍微再大一点 看一下 好像还是没有放大 22 好 这样的话应该够大了 那么我们给它进排序 那么我们获取这个sort flag 我们看到它是不是处 如果是处的话呢 我们给个1 如果是false呢 我们给个-1 如果是处呢 我们就让它去升序 如果是false呢 我们就让它去降序 这样去排列 而默认呢 我们给的是个1 默认给的是个处 默认呢 就让它去升序 升序去查 到我们剪达 到我们剪辑之后呢 就让它变成降序 好 这种方式 看一下是不是报错了 数据没有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 500 700 sort 500 说明呢 我们的参数呢 可能是传的有问题 我们看一下参数怎么传的 我们的参数没有传过去 这个地方呢 应该是我们搞错了 这个是-固子 刚固子呢 这里边 根本就还没有写参数呢 param 然后呢 把这个param丢进去 我再来看一下 是不是我们参数已经带过去了 前面我们给大家去讲解过 asls怎么去使用的 它的data数据呢 一定要加个param 不能直接把参数丢进来 这样是不对的 需要加个param 然后呢 把参数丢进来 这样去查询 好可以看到我们的数据呢 基本上已经出来了 刷新一下 它这个错呢 是前面的生存的错 那么只有八条数据 很干净 我们点击一下 我们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我们的金额都没出来 金额没出来 到这我们就没办法去看 我们上面的金额负值呢 应该是负的不对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金额呢 叫sell price 不是product price 再来看一下 都已经出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金额呢 它是按照升序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降序呢 点击一次 是不是已经按照降序的方式去排列了 这个呢 就是我们数据库层面的实现的升序降序 那么这个升序降序呢 是通过升序是降序是负移的方式 这是mongodb mongos呢 提供的api 这点大家要掌握一下 sort 好 接着呢我们来继续实现我们的分页 包括我们左边的价格过滤 比如说我们先来做我们的分页吧 说到分页呢 我给大家去讲解另外一个插件 这个插件名字呢叫will 比如说我们先收下score 这个插件呢叫will infinite score 这个插件呢 它是一个will里面可以滚动加载的 比如说当我们随着滚动条方向滑的时候呢 它会自动去加载数据 这个插件呢还是挺不错的 推荐给大家去使用 安装方式呢也很简单 跟我们普通的安装方式一样的 我们拿着这种安装方式呢 来去安装一下 比如说我们直接复制过来 npm 引识到我们通过cnpm 快一些 我们来安装一下这个插件 那么安装插件完之后呢 它提供了几种方式 一种是common gs common gs呢就是通过require去加载 那么还有我们es2015 那么我们既然是浅端的话 我们肯定会用es2015呀 它通过import去导入的方式 那么还有通过score标签引用的方式 那么下面一个age呢就是它的用法 就怎么去使用 大家要学会能看懂英文的 如果看不懂英文的话呢 下个插件 百度翻译插件呢 给它翻译一下 我之前跟大家去讲过 好 接着呢 把这个div呢 给它沾进去 这个呢就是一个div标签 需要把这个div标签给它沾进去 沾进去我们看到里面有几个参数 第一个 v-infinite-score load mode 这个呢就是滚动的时候需要加载的方法 就是你水标滚动之后呢 它要调点哪一个方法 第二个参数呢就是disable 就是需要经用这个方法 如果b-in呢是触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个b-in这么一个属性 b-in如果是触的话 那么你这个默认的这种滚动 就会失效 就不起作用 如果是false的话 它就是可以滚动 可以加载这个load mode方法 还有一个方法呢 属性呢就是distance 就是滚动的距离 就是我们鼠标滚动 这个滚动轴 离下边的距离有多远 那么来触发我们这个下载 基本上就这样去使用的 大家都要去npm官网呢 npm去找这些插件 看这些官方的这种demo 好 我们这个地方安装完了 安装完了以后呢 我们需要在wew里面去使用一下 那么我们通过import ds6呢去导入 比如说internet score from will 杠 internetscore 现在呢我们需要引用use use呢就是使用插件 我们把这个地方呢给它粘进来 好 插件引用完了以后呢 我们在我们的固子里面去定义 我们加在哪呢 当然是加在我们的商品列表的下边 比如这个ul呢是我们的商品列表 我们需要在ul里面去加一个drv 怎么加呢 我们把这个它这一块代码给它拷过来 大家也要学会去使用插件 那使用插件的话应该不麻烦 拷过来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写 那么稍后呢还有一块东西需要跟大家去讲解 这个加载中呢我们实际上可以做一个捞顶的一个图标 会更美观一些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定一个load mode 这load mode呢是一个加载的函数 就是当鼠标滚动的时候呢 它需要交用的方法 好 好 紧接着呢我们需要定一个bz bz呢就是控制这个比如说默认是处 我们就默认的控制它是禁用的 40的 我设置出了以后呢 那么滚动就会生效 这个距离呢我们给它设置20 或者设置30 这个要根据你网页的这种高低 比如说滚动多久的时候呢 它是可以去加点这个请求这个接口的 好 load mode 然后呢我们就用这个方法的时候呢 我们进来之后呢我们是不是要 首先呢滚动之后呢我们需要给这个配件加加 就是滚动之后呢就是第二页 紧接着呢我们需要有一个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的官网是怎么用的 官网呢它给了一个代码 就是settimeout 需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控制 为什么要通过这种方式控制呢 如果没有settimeout呢 我们鼠标滚动的时候 我们其实鼠标滚动很快的 滚动一秒钟呢可能有上千个请求 会发生 这样对我们服务器压力太大了 我们必须要通过settimeout来控制 只有我们第一个请求结束了以后呢 我们才能请求第二个 如果不这样控制的话 我们滚动滚动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的请求无止境的去加点 那么一旦我们通过settimeout控制以后呢 我们滚动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一个请求 直到第二个请求请求成功了以后呢 我们才会去发第三个请求 这样的话比较合理 好我们还是一样把这个代码考进来 那么里边的这个settimeout里边呢 我们就是要我们要执行的代码 这个的话我们也不要了 代码没有考错吧 没有考错 这个格式有问题 还是感觉考的有问题 for 还是代码有问题 多考了一段东西 应该是这样的 它的1秒之行 我们的地方改成0.5秒 稍微快一点 好 这种呢也是建筒函数 也是我们讲过的yes6的语法 建筒函数 那么当我们滚动之后呢 叫载load mode 它会去首先呢 把这个配置页码加加 都加到第二页了 加到第二页的同时呢 我们要把这个set rest.visit设置为处 就是禁止了再去滚动加载了 那么一旦 页码加加之后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借口进行请求 在请求成功之前呢 我们禁止你浏览器 再进行滚动加载了 我们把它visit设置处呢 然后它的滚动加载已经失效了 好 这失效了以后呢 我们就开始 或者说我们的page加加呢 已经放到里边吧 先给它禁用 我们禁用了以后呢 我们把这页码给它加加 加完之后呢 我们再去调我们的getcode list 让它去加载这个商品列表 那么加载商品列表呢 这个时候我们大家要注意一下 因为我们初始化的时候呢 叫这个商品列表 那么我们分页呢 也会调这个接口 但是呢 我们的数据呢 是需要累加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要区分一下 因为第一次进来 或者说我们点排序呢 它是不需要累加的 当我们分页的时候呢 它是需要累加的 我们需要接触一个参数 比如说叫flag 我们定一个flag吧 我们给它一个处 处呢就告诉它 我们这个分页呢 需要进行累加 那我们当我们请求的这个接口呢 stars呢 表示零 成功了以后呢 我们再去判断一下 flag 如果flag是处呢 就表示它是分页 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累加 怎么累加呢 估计历史的等于估计历史的concate concate呢 就是把速度给它串联起来 给它进行合并 那么这样呢 我们的数据呢 就会得到一个全新的数据 那么Ils呢 还是一样 就代表普通的请求 我们需要把这个数据呢 原分不动的给它 因为Ils呢 说明它是第一次进入 或者说是完全不需要数据拼接的 我们就把数据原分不动的还给它 好 这个呢 就是通过一个小的判断 来实现我们的分页的一个功能 那么Ils下面呢 就是代表是请求失败 那我们的借口请求成功了以后呢 我们是不是要把比例给它开开啊 如果不开开的话 我们分页是不是没办法再去进行请求啊 好 我们在flag里面呢 继续加一个判断 我们要判断一下我们的总桥数 比如说我们的rest点 或者说我们通过is result.count 判断我们的桥数 比如说我们等于0桥的话 说明是不是已经没有数据了呀 没有数据的话呢 我们就把我们的比例给它设置为处 就是设置我们的滚动的请求呢 为处就把它禁用 我们上面也祈祷过了 infinite square disabled 是否需要禁用 如果比例给处的话就禁用 那么一旦禁用了以后呢 我们就没办法 就是我们滚动了 就完全失效了 就不会再去请求捞的帽了 那么0桥呢 我们需要给它设置为处 那么如果不是0桥呢 我们就给它开开 因为我们下次还要用 如果说我们不把它设置为False呢 我们以后都不能滚动了 那我们接口请求完了以后呢 我们需要把bivic 再给它设置为False 赶回去 这样的话我们下次再滚动 我们请求呢就能发出去了 是这么一个原理 好 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效果 当然页面可能会有问题 这呢是我们的加载中 我们可以看到这有几个字 我点错了 检查一下 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调试一下 我们看一下 刷新页面 我们会发现默认的加载了DE 对不对 这个DE的数据已经请求成功了 排序 那我们滚动一下 我们看一下 好像滚动没有一点反应了 是不是我们的插件呢 有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我们默认呢 把这个bivic设置的处 所以说默认它是禁用的 但是呢我们处的话呢 掉了这个固执历史的方法 固执历史的方法呢 在它请求成功以后呢 在这呢我们需要把这个给它开开 因为默认呢 它是Flag呢 是False 它走的是EARS 填充数据 填充数据之后呢 我们需要给它 第一点呢 给它设计VFalse 来去启用它 否则的话 它是没有反应的 我们再刷新一下 这样我们看了 是不是加了第二页了 是不是已经加了第三页了 第四页了 好像我们的数据并没有拼上去 好像我们的数据没有拼上去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有问题 第一页 第一页是八条 第二页呢 应该是十六条 出来了 第三页呢 只有一条 第三页呢 只有一条 第四页呢 是零条 实际上呢 我们第三页请求完之后呢 实际上应该就没有了 实际上不应该请求第四页 实际上我们应该做一个判断 如果它的条数呢 小于八 说明它是不够的 那么我们就不用请求最后一个 这样呢 是不是我们就实现了我们这种分页的功能 但是我们的加载中 我们发现有点问题 我们再来调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实际上我们的UR 啊 这前面呢 我们给这个UR里面的立标签呢 设置的是float left 做浮动 但是我们放到我们的UR上面 我们发现我们的UR模块呢 并没有展现出来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通过样式来控制一下 因为它可能是没有轻出浮动 那我们来加一个轻出浮动的功能 我们给这个立标签上面的UR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立标签 UR呢 基本上已经被隐藏掉了 被顶起来了 所以说我们需要给它加一个浮动 那么浮动加在那个立标签 我们来看一下 立标签在哪写 在这儿 好 紧接着我们的立标签下面的UR呢 给它加一个尾类 加一个after after呢 怎么去定义呢 实际上也很简单 那么第一个呢 需要给它 首先呢 给它加一个clear吧 boss 可是boss呢 就是我们清除浮动的方式 我们清除浮动的方式呢 其实呢 我们给它定一个探探 实际上呢 大家可以猜测一下 这种尾类呢 它会在我们的UR后边 去插一个标签 就好比我们去 在这个立下面 去放了一个DRV 但是我们又不能放DRV 因为UR标签呢 只能包含立标签 这个时候呢 我们借助于尾类 那么这个地方放了个标签 这个标签呢 下来是加了个clearboss 它的内容呢 是空 紧接着呢 我们来设一下高度 高度给个0 就是我们要隐藏它 但是我又想让它去起到 清除浮动的作用 同时呢 我又不想让别人去看见它 我给它高度设成0 紧接着呢 我要给它定位成一个block 块状的 实际上就像我们在后面插了个DRV 是一样的 插了DRV 但是它高度是0 内容是空 而且是clearboss 紧接着呢 再让它看不见 给它个head 或者说我们给它个oralflow head等等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发现我们的鼠标移到UR上面呢 揽阔整个标签了 这个时候说明我们的清除浮动已经生效了 好 紧接着我们来控制一下我们加载中的样式 加载中呢 那我们给它定位到后面去 比如说叫load 看一下我们有没有class 我没有给它起class 那我们就给它起一个 起个load mode吧 我们给它高度呢 先给它定一个100px 航高呢 也给它定一个100px 它的line呢 我们先给它放到中间 这个呢 稍后我们会给大家去加一个load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load呢 实际上 gethub呢也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插件 要是介绍给大家 classload mode 加点 ok